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就说明我们的同学对演奏思想有饥渴的依求 所以作为老师 我们不仅是传道 授业 更重要的是解惑 对于想了解如何才能使演奏 更接近曲目本质的演奏人来说 或者说对需要有直观事物本质能力的人来说 这样的课堂是有意义的 通过清晰的分解 凡多演奏细节及其技术的应用 我们终于会认识到 除了演奏意识等之外 在演奏中还有不可或缺的速度 精确和力量的至关重要 这是一节解放演奏的课堂 主要是从演奏的微观世界去解释演奏的科学本质 粉碎那些我们曾经信以为真的 所谓的传奇人物的演奏神话 这里所有的观点阐述 全部是建立在那些鼓舞人心的众中舞台 成功演奏的事实上 这并不是代表某个个人的观点 这是一种改进和建立在大多数演奏中 所依靠的长期进步的整全演奏的认知 也可以说是演奏的方法论 如果在演奏中刻意使用速度精确和力量的元素 你不仅将比那些没有运用它的人 更有信心满足感和成就感 更重要是你已经真正走进了演奏艺术 所以速度精确和力量 不只是演奏中的细节元素 更是演奏中的筋骨 也代表着你的人格演奏魅力 今天这也是交流的课堂 交流是我们工作学习和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每个人都有自由且相互独立的思想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 每个人对于每一件事物 包括演奏都有自己不同的认知和想法 演奏艺术的交流能让我们彼此更加了解 更是演奏艺术发展的内在要求 是由演奏艺术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矛盾决定的 音乐演奏既有特殊性与有普遍性 是个性和共性的统一 演奏的个性特殊性决定着演奏交流的必要性 演奏的正是演奏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矛盾的运动 使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 不同院校 不同派别 甚至是不同老师的演奏艺术不断碰撞和交流 促进了我们演奏艺术的不断发展 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演奏艺术都是一定社会实践的产物 有其长处也有其局限性 只有从其他不同演奏交流中吸取营养 才能更新创造 具有活力 所以积极学习并善于交流 才是通向更高演奏境界 推进音乐演奏繁荣的必有之路 这就是演奏艺术交流的重要性 也是我们今天这样的课堂的存在的必要性 我今天谈的是演奏中的速度精确和力量 在主题课程之前 我们还需要一同深入破析 我们的演奏思维 这很重要 这是演奏思想的结构 有了这张演奏思想的结构图 我们才能清楚自己的思维 现在所处的境界 位置在哪里 思路决定着我们的出路 意路和成就 在音乐演奏的环境里 人和人最大的不同 就是思维境界和事物认知的不同 这也是派别之分和认识差距 矛盾的起源 第一层境界 个人主见的形成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自己的主见 很多人在演奏中遇到问题 总是轻而易举的被别人带着走 人云亦云不去独立思考 主见是一个人的独立思考能力 它来自于在经历 经验 学识基础上形成的逻辑判断能力 这种能力的存在极其重要 哪怕你说是一个人的偏见 也依然是这个人的主见 有主见的人 做事果断 不犹豫 这是我们演奏者必备的最基本的素质 第二层 境界 寻找不同 正是因为有主见 在演奏环境里 才容易发现和自己主见不同的人 发现不同 才能发现矛盾 有了矛盾 才能有趋向真理的可能性 才能推动音乐 演奏事物的发展 善于发现和自己不同的人 这样才容易接受自己的偏见和不足 所谓合而不同 所谓合而不同 就是我们需要能够接纳和自己不同的人 第三层境界 许长不短 树立自己的主见 树立自己的主见 又发现和自己主见不同的人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有的人会排斥 而有的人却开始学别人的长处 在学习过程中又发现了自己的短处 于是顺势不上 这就是曲长不短 看起来好像并不难 但是其实在我们音乐演奏环境里 每个人都有一种对自己天然的认同感 并不是太容易发自内心的去 接受这种自己的不足 第四层境界 是衍生的创造创新 那么既然懂得了曲长不短的道理 接下来的就是创造性的运用 我们经常所提出的创新 它其实就是这一层的思维的任务 在传统与新秀 内在与外来 保守和改革的激荡的碰撞中 往往总会诞生新的事物 凡是能够尊重不同事物 并且能够大胆改变自己的人 一定会创造出创造性的成果 思维能到了这一层 已经算是演奏领域的人才 这就是传承衍生了创新 第五层境界 化繁为简 当你善于运用创造新思维的时候 你会发现事物万变不离其宗 道法自然 大道至简 事物总是先从简单到复杂 再从复杂到简单 这时你看山还是山 看水还是水 但是心情已经截然不同 再回到简单之后 你就参透了事物本质 这时你在面对其他复杂而沉重事物的时候 也往往都是举重若轻的 这时你跳出了人间各种琐事 第六层境界 方法论 到了这一层 你已经不止只关注演奏生涯的道理和逻辑了 不仅是演奏 所有的事情摆在你面前 你都能拿出最快最好的解决方法 这就叫方法论 从道理升级到方法 从理论的大升级 一切道理到最后都是对现实问题的解决 演奏也是一样 能不能做到这一跨越 就是体验一个人本质随性演奏的关键 第七境界 一望无垠一览众山小 到了这一层 你看到的风景一截然不同 什么方法不方法 科学不科学 高效不高效 那些都是世人给自己设的线 你拥有了直达本质的能力 一眼看透利弊 瞬间动态人性 规律 大事 一目了然 那时你看世人 表象 内向 清清楚楚 第八层 境界是 晶莹剔透 到了这一层 别人的关于演奏的高强扣论 在你眼里 可以一眼看穿它 你无暇旁固 与此同时 你对待事物的每一句话 对待演奏的每一个曲目 每一个旋律 甚至每一个音符都能够经营 透彻 直达本质 因为世间所有事在你心中都非常透彻 你对事物级音乐和演奏的感知 越来越精准 正是因为看透了规律和大事 所以你心如止水 知道该来的都会来 该走的都会走 你看透了得失相生 福祸相依 世间大小事在你眼里 不过开怀一笑 我们都如此的渴望人生的精彩 到最后终于发现 最完美的人生结局 竟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 舞台和世界的浮华 已经和你无关 你成了一个精盈剔透的人 综上所述 是我们每个人成长的几个阶段 我们需要了解这些片段 这样我们才能够知道 自己现在位置在哪里 知道自己在哪里 我们才能确定进步的方向 其实这些认知 不仅是我们演奏的需要 更是所有事物和生活的需要 以上我们谈了交流的概念 和思维境界的认知 接下来我开始产生 速度精确和力量 在演奏艺术中的关键机制 演奏活动的本质 原就是精神还乡 凡是怀着探究的冲动 寻找曲目本质的活动 皆可称之为演奏 演奏是对曲目意图 终极意义的行为解释 在解释中 使我们了解曲目的意志 使曲目意图 在我们的意识和行为的 速度精确和力量中合理化 为视听者提供心灵的慰藉 在演奏中 速度与精确关系的权衡 是一个较难的心理掌握 在一些舞台的演奏中 我们不难发现 有的演奏者 以牺牲音色的准确 去换取反应的速度 也有时候 以牺牲反应的速度 来换取精确 其实我们知道 这些都是缺陷演奏 速度精确和力量 是每个演奏者 梦寐以求的是 一个综合素质好的 有功力的演奏者 在演奏快感片段时 速度力量 不但非常契合曲目的意义的需要 而且音准唯妙唯效 给人以视听的享受 速度在音乐演奏中 代表着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一首曲目中 哪个部分该用多快的速度来演奏 哪个部分该用多慢的速度来演奏 什么样的速度才是真正乐曲 所需要的速度 这是每个演奏者都需要的心理掌握 速度是代表某一句中 每个音的处理手法中技巧的快慢 通常情况下 乐曲中会标明 慢版快版或者中速等 而最难把握的地方 其实是一些乐曲中的自由部分 对于演奏者来说 技巧可以列 但如何把握一段 没有标记速度的旋律 是很困难的 比如说是散板 其实并没有严格的要求说 自由的旋律应该怎么来处理 就看个人的音乐理解 和处理风格是什么样子 在平时的演奏中 接触了好多开头和中间部分的 自由速度的曲目 不同风格的乐曲 在处理自由节奏的处合 速度的把控是不同的 速度与力量是个人能力 对于演奏者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也是提高演奏技能 所必须具备的专项的体能 例如说在演奏江河水 一枝花 长城等等 很多这种情绪和张力 很大的这种作品中 体能的消耗其实是很大的 那么我们通过大量的练习 我们可以保持体力的一种 掌控状态 现代的音乐环境 演奏技术发展迅速 由于情感的复杂性 曲目要求的节奏也越来越快 音乐意图对抗本能的程度 也越来越激烈 演奏的力量与速度 被要求的将更加超越 特别是在现代曲目中 力量与速度 在演奏中的作用 也决定了重要的作用 比如像储颂的一些华彩的片段 还有四裆的快版 等等很多现代作品 一些快版 还有小提琴移植的一些曲目 在有些曲目的某种意义上 演奏者的力量与速度 已经成为决定演奏出彩的 最关键的因素 所以我们要对演奏中的力量 与速度有足够的认知 力量和速度的重要性 是演奏中不可缺少的基础 有些曲目对速度 灵敏 柔韧 力量等元素 都有较高的要求 所以我们演奏时 特别是右手的指尖和手腕的灵活度 即手腕 指尖和力量 都是平时需要锻炼的结果 在日常演奏的练习中 力量是速度的基础 是灵活性的根本的因素 更是刻画意图的动力处备 这是一种心理掌握 力量和速度的衔接 是训练的结果 与上肢预量的分工 是相互运化的关系 这种天然的工学原理下 相互容错的功能 是我们平衡意念的结果 演奏中使用 速度 精确和力量 是需要整体的平衡 比如我们的人体 内有脏腑筋 外有肌肤皮毛 四肢摆开相连而构成的一个身体 演奏中的身体发力 是一种天然的肢体 与音乐的契约关系 顺其性叫自然 行其性叫当然 弓弦一开一合 顺其自然 指尖一刚一合 觉无缅然 身心一动一径 恰合天然 演奏整体 全面皆然 这就是演奏中身体的天然的运发能力 也是整体的平衡 容错演奏的较高境界 久而久之的演奏训练 能使我们的身体 百骸经节 自相贯通 上下表里 自相联络 达到散者而同 分者而合 四肢百骸 归属于一元 随心所欲的高层境界 演奏的内化于心 外化于心 也就演变成了演奏习惯的本能 当然 每个人的天然条件 与限度 不会一样 比如 每个人的平衡能力 身体的柔韵性 神经反应 灵敏度 力量 速度 耐力 灵活性 快速 高频率的快功 能提高局部的灵敏性 和敏捷度 一些协调性的动作练习 自然是锻炼我们的协调性 针对一些快速且细小动作锻炼 可以训练神经的反应 无论是左手的控音 还是右翼的控弓 持续的动作的坚持 毫无疑问 是锻炼耐力和意志力的最佳手段 根据不同的片段锻炼 得到的锻炼效果也是不同的 演奏的速度与力量 是演奏者素质的综合表现 演奏技能的提高 受到速度 素质与力量素质的牵制 力量不足的动作是惯性 如果使用惯性 也就无法控制演奏 我们在练习速度 比如快版很多的一方时候 我觉得我们要很多时候 注意一个两个手的一种 点与点的一种配合 其实我们是拉弦乐器 我们跟弹波乐器 有一点点不同 因为它们真的是两个点完全碰撞在一起 这个两个手 手指左手是指尖的点 右手是我们 右手运动的指尖的点 去用这两个点去感受和触碰它 去找那个敏锐度 用意念的感觉去感受它 去进行一个综合的 去捕捉 有些时候会在 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 这种颗粒性的快功的一种 点上能体现 眼睹中力量和速度 是决定快速能力的发展条件 那么速度与力量的点形 表现形式就是 右手持弓的爆发力 启动力 反应力和转换力 爆发力的提高 有赖于气息的支持下 最大力量发展 快速用力是发展爆发力 有效的方法 启动力的提高 与最大力量密切相关 推拉工的转换力 是功力 干净利落的决定因素 采用专门的相关的片段练习 对力量和速度 有积极的一个作用 比如像储颂的开头 大家知道 还有一枝花的一些影子片段 还有姜和水的影子片段 我们其实都是可以感受一下 它的力度的一种爆发力的感觉 好 下面我可以给大家示范一下 这个 密度的 爆发力的感觉 当心那个话筒 你的那个话筒 话筒在上吗 没关系 这个都能听得起来 加领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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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说 我对着 他在你 我lette 一个 你 是 是 是 我們感受一下爆發力 和身體的整體的故事 還有風行的 有在於這個故事的故事 長春天 阿晨 長春天 爬 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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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